小老婆怀胎十月 竟生了七只兔子 丈夫看到后大惊失色 命三位大夫人将兔子扔掉 可等几人走远后 一道亮光闪过 木发上的兔子竟变成了七个孩子 男人命人弄瞎小老婆的眼睛 将他锁进了小黑屋里 他之所以这么残忍 全都是受到三位大夫人的蛊惑 男人是本地的富豪 可长久以来 三个夫人都无法生出孩子 这天他去森林打猎算心 看到一只漂亮的鹦鹉 他开了一箱 却没有打中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劝他们回去 富豪不愿意 女人却说 如果他同意 以后都不再打猎 他就会跟他回家 为他生下七个孩子 富豪不相信 女人却发誓 要是自己做不到 就让自己变成瞎子 很快富豪就娶了他 还表示如果他能生下孩子 就将财产全部留给他 这可惹得三位夫人不高兴了 他们听说了女人的毒事 就威胁女人 要是一个月内部怀孕 就弄下她的眼睛 女人有些担忧 一只猴子突然出现 给她带来了一颗山竹 并告诉女人 打开一看 里面正好欺骗果子 于是开心地吃了起来 很快小霞就有了反应 铲破过来一番检查 宣布他怀孕了 富豪开心极了 三位夫人却十分惊慌 三人一番商议 想出了一条毒计 在小霞临产前 他们想办法支开了富豪 信誓旦旦地说 他们会照顾好小霞 可富豪走后 他们就开始使唤小霞 让他挺着大肚子做家务 还趁机半倒小霞 成功让他早产 随后几日迷晕了佣人 他也被他们趁机弄下 就在三人暗自庆幸 奸进得逞时 却没想到 那七个孩子 就会成为他们的噩梦 孩子们在竹筏上漂泊 被两个路过的巨人发现 巨人十分饥饿 看着孩子就想吃掉 但他们觉得孩子太小 还是等他们长大后再吃 可谁都没想到 这几个孩子长大后 竟然个个身怀绝技